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今天是7月5號 星期三 再一次一次 幹什麼老船長 你又会再一次发现 原来你真的是猪脑袋 老船长怎么这样子讲 完全没有冤枉 我昨天已经把猪脑袋的标准 已经定出来 第一次公开 让你怎么样 乒乓一下 但是你要记得 不是我老船长 把你当成猪脑袋 冤有头债有主 我还好心怎么样 提醒你 最起码你输到最后 还剩下一咪咪钱的时候 你还够怎么样 把旗黄带回去 然后一口旗子八万多 你还可以怎么样 东山再起 哪怕你是做股票 被骗的 有的什么谜 二十万变十亿 这个假不了 所以我说你怎么样 你都要让自己怎么样 对 要剩最后一咪咪的钱 如果都输光了 不要来找我 我不是慈善机构 第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对 第一件事 你今天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 继续跌 没有冤枉 但是呢 打开电视节目 你跟着那个老师 是不是继续标股 12345 12345 继续大赚 那如果是的话 你不是猪脑袋 你告诉我你是什么 对耶老船长 真的是如此耶 你怎么都知道 开玩笑 我在这个行业算老教了 我怎么不知道 对不对 而我还可以告诉你 你绝对不是怎么样 最后一批猪脑袋 在你之后 还会有新的猪脑袋 前面已经不知道 有多少猪脑袋 有的什么谜 因为佛家讲 贪秤吃啊 我们一般的凡人 都会贪啊 对不对 人家设了一个圈套 叫做布局 布局这部电影我看过 最近很夯啊 从13家戏院 增加到28家戏院 这个西班牙的电影 很好看 大家有空 对不对 可以去看一下 他在讲一个布局 一样的道理啊 那个人 他布了一个局 要框猪脑袋进来 对不对 他心里面很了解 佛家讲贪秤吃啊 对不对 一般的人都会上当 除非长期是怎么样 老船长的观众 我的会员那更不用讲 好不好 为了什么名 老船长你的观众就没事 因为有看啊 有保密啊 你只要收看我的节目 并且你是相信我的 那你就可以避开怎么样 成为别人眼中的猪脑袋 他很清楚嘛 你今天只要做一件事情啊 自己检验一下 你的股票继续跌啊 完全没有标哦 从你加入会员的时候 到现在 你还是赔钱的哦 啊为什么他节目 还天天继续大赚 还天天标股 一二三四五啊 那你告诉我嘛 老船长 我当初就这样看节目 做选择 看你都没有说 像那个老师那么厉害 我当然选择他 你今天是不是要准备 迈向归零高之路 没有错嘛 没有冤枉 因为过去有很多的人 已经怎么样 成为怎么样 租脑袋 在那边怎么样 排着 一排两排三排 还会继续排下去 那呢 他不会管你们的 什么 主管机关他没有在怕的啦 他们如果怕主管机关 他们就不会这样干了 主管机关只能够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叫做罚钱 他骗你们这些租脑袋的钱 你们交的会费 罚一点钱当作是归费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主管机关还有一招 就是把他停牌 那不得了 不停还好 一停哦 他光明正大去度假 我被主管机关停牌 我不能上节目了 我要去度假啦 这样各位懂不懂 什么 他们怕什么 他们怕减掉单位啊 这样你听得懂了吧 好 那不管了 反正你只要你不是我的会员 或是你是我的观众 你不认同我的 因为忠言逆耳嘛 我不相信你智慧有那么高 那你要记得 冤有头债有主 那一缸子的股票 都是他叫你买的 你放心 可能代进还不代出 而且呢 几乎都是叫亏损公司 你知道有很多那个 猪脑袋打来公司 问说 请问老船长 我都跟助理说 我懒得回答 我老师带我买的股票 怎么都亏损公司啊 要怎么看啊 怎么看都不知道 公司有没有亏损 这基本的常识你都不知道 也难怪他们都怎么样 吃定你了 知道你这么好骗 反正叫你买什么股票 你也搞不清楚状况 对不对 那这一种呢 在他们眼里就是肥羊 就是猪脑袋 像我们的股票 对不对 这一种基本面 在台北股市排前几名的 叫做金居啊 昨天一跌 哇 有人又赶快不敢讲了 前天一涨 哇妈妈哪拿出来讲 你的老师真的就是 看不起啊 我讲没有人格 那他的股票呢 一定是一缸子 就叫了很多 现在投顾老师流行把会员分成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十 分越多组越好 等级不同 让你搞不清楚 你参加的是哪一级呢 你放心 绝对都是赔钱的 你只要打电话去投顾公司 你就中计了 他叫你交钱再升级 你看是不是猪脑袋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会规避法律 叫了他的会员群组多得要死 就像那个做棋子的 不是很有名吗 你们上网去查 有一个专门怎么样 发二十组抠讯 预挂 今天最高最低点 他就一直发 一直发一直发 找最接近的那一组 出来电视上公布 你看 我公布哦 这个预挂的有够神准 参加我的会员 不知道要怎么share 我就像神仙一样怎么样 都知道今天的最高点跟最低点 那你们想想看嘛 另外那十九组的 不是等死吗 打电话去投顾公司 又完蛋了 又交你交费 就续约 所以只有我在破解 中华民国投顾业 只有我在破解 那你们会员都去参加 他们的都没关系 我根本不在乎啦 因为我相信 在这么多观众里面 一定有 不是猪脑袋 一定有冰雪聪明的 看得出来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天天标股 天天大赚 天天棋子 这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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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包的 那郭台铭算老几啊 马云算老几啊 这些人赚钱的速度 怎么可能抵得上 台湾的这些投顾老师嘛 但是很奇怪哦 这个在我们这个业界 一直存在 一直没有人可以来治他们 这如果到中国大陆对岸去啊 我跟你讲不是枪壁 就是关起来 我跟你讲的是真的 你可以到中国大陆去问问看 以前台湾的老师有去那边连夜逃回来的 是谁我就不要讲 大家去问都知道 连夜逃回来啊 把台湾这套片带去中国大陆 一看不行 原来他们是共产国家 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我们这边说 哇民主自由可以胡说八道 民主自由不是告诉你可以胡说八道 可以为非作歹 但是很可惜 教育水准之高 又有证券分析师的证兆 这样应该是社会上比较 我们不能讲说比别人高等 就是说应该不是属于是怎么样 好像没有知识的 对不对那一群嘛 结果利用他们的这一块 来骗怎么样 社会大众反而好骗的 我有一天我会退休啊 但是我会写回忆录 也许到那时候我会公开 到底是哪些人啊 因为人走过必留下痕迹 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随便去点选就知道 我随便举个例子 过去有档股票叫做3662 叫做乐森啦 你现在看不到对不对 因为下市了嘛 那我给你看清楚一点 有人带会员去买乐森哦 就输死哦 卖在这里哦 没有卖的就下市哦 会员当然是血流成河啊 但是呢 叫人家买乐森的老师 现在在投顾业 还是呼风唤雨 还是天天大转 标股12345 他的会员已经输到去工作 12345年 还没满5年了还没回来 情何以堪啊 还在看那个人天天大转表演 这就是中华民国啊 我今天我的生活圈 又收到好心人士哦 他又就是他们就把那个 别的投顾老师啊 做棋子的 抗讯哦 这不能造假 传给还有 上面还有老师的照片哦 然后怎么样 输得一塌糊涂 还要办怎么样 技术班还要再收费 还要再教课 就这样干 你们上了这么多技术班 花了这么多钱 那个书局里面有投资学 一本300块有找 讲的比你老师还要精彩啊 对不对 就你要花这么多钱 上完技术班 我请问一句话就好 你今天收到的棋子抠讯 是不是又输钱 我测标有冤枉吗 有吗 我请你换到齐皇这边来 齐皇今天继续赚了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讲 我前天是不是这样讲 我大前天是不是这样讲 我几乎每一天都这样子讲啊 你可以不用理我啊 只要你去刷存折 不要归零高 OK啦 很多的人哦 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钱输光了 你知道要再去工作五年 那有多痛苦吗 对不对 你剩下最后一咪咪的钱 你都还不能够醒过来 你还不知道 你跟的是输钱的猪脑袋抠讯 这种人真的很可悲啊 你知道吗 然后打开电视 永远你的老师就大赚了 哇解盘解得跟真的一样 我觉得啊 台湾你们这些观众要觉醒了 就是你们纵容这些头顾老师 他们才会怎么样 今天肆无忌惮的继续骗 假如你剩下最后的二十万 你应该怎么做 你告诉老船长 你应该怎么做 好好想一想 广告 思考一下 喝一口水 I will be back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始发头部当年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线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起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起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好了除了让你知道 你跟的人 他把你当成是猪 怎么样去分辨 这个你要告诉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知道 不要每天只会骂头顾老师 你也稍微来检讨一下 自己是不是像猪脑袋一样好骗 假如你跟老船长一样 你觉得我会上当吗 不可能的事嘛 对不对 自己也要负责任 当然他们的行为是很不应该啦 但是你自己也要负责 因为最后要去工作五年的 再回来的是你 不是他 他荷包满满 对不对 像大宇之 今天掌停板又怎么样 你告诉老船长又怎么样 跌死了 融资断头 头都找不到了 跌这么多 反弹是正常嘛 反弹也不够再套一批新的猪脑袋而已啊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whatever 永远记住我讲的话 带你买的那个人 或是建议观众朋友买的那个人 他的荷包是满满的 你们听懂了没有 就说利用这样的股票 大收会员一波 中间就是扣掉退费的 他的口袋塞钱是塞不下去的 在电视上只要装小闹闹 I'm so sorry 原谅我吧 原谅我他可能都讲不出来 好可怜啊 不要啊算了 老师也很可怜 你们才可怜的 神经病啊 人家口袋装的满满的 可怜你自己可怜啊 所以很多的人 人家讲现在是 知识就是一种力量 就是knowledge 我很相信 在现在这个社会 你没有知识 你真的是很吃亏啊 像那个alpha go 那个超级电脑 对不对 还有人会想说 他下棋可以下得赢超级电脑 那不可能的是 因为 所有的步数在一秒钟 人家超级电脑都想完了 你人就算再厉害 你有打瞌睡的时候 你有精神疲劳的时候 对不对 一样你在操作棋子也是如此啊 所以我常说 你还在跟猪脑袋抠讯嘛 那你就最后 你输到剩下还一咪咪的钱 赶快来找棋黄 来 请导播 好停 这一段要做空还是做多 你告诉我 看清楚啊 那这一段应该要做多还是做空 你告诉我 这一段又应该做多还是做空 尾牌又再拉上去 那我请教你 老船长今天要问你 我反个方向问你 这一段你收到的抠讯 是不是叫你做多今天 是不是 你敢说没有 这一段是不是又叫你做空 又被尬上去 有没有 你回答我 你先回答我 其他不要讲那么多 如果你有这个遭遇 那你就是猪脑袋 你接收到的就是这个 猪脑袋抠讯 你们以为我画好玩的嘛 你们以为这个绝对不是我 对不对 你的结局在这 我都帮你写好了 输到脱裤 头冒金星 你用棋皇 你的结局就是怎么样 胜率极高 散户救星 我每一天坐在这个地方 每一天 我都这样提醒你 劝你 一个当冲 棋子当冲 每一秒钟 那个变化 一定要用人工智慧电脑运算 它的准确度 从我们 齐皇推出来的第一天到现在 我们私底下做统计 至少八成 八成你听得懂吗 你自己做 你的胜率大概是一成 你跟着猪脑袋抠讯 你的胜率是零 你听得懂 那你要怎么样 能够让你东山在一起反败为胜 就是你赶快远离那个 把你当猪脑袋的人 没有其他方法 你只要 现在还有人在用抠讯来做棋子 真的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 你知道吗 这些人 他们每一天的节目都是大传 这么多的 血流成河的 做棋子的 参加他们的 通通几乎都在输死的过程当中 打开电视 这些每一个在发抠讯的老师 你看他怎么讲 电视永远解盘解到100分 你现在还在看解盘节目呢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要输到挂 解盘你不会解 事后讲哪只猪不会讲 其实老师每天上节目在解盘 好不好笑 结果他解得好有道理 好棒棒 你参加会员的结果 你今天是不是又输钱 奇怪了 每天看他节目解盘解得都跟真的一样 最高最低点一定全包 但是呢 接到抠讯去做一定输死 为什么 因为人有什么 七情六欲 来 我跟你讲了嘛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 电脑没有 你听不懂吗 现在是AI人工智慧 你非要怎么样跟着人来做 结果你得到的是什么 你告诉我 不是呢 收不到抠讯因为老师还在睡觉嘛 要不然就怎么样 在家里砸电视嘛 他今天怎么又大赚又神准解盘 我收到抠讯又每天赔 你要把你自己人生的命运 做一个转变 哪怕你最后剩下20万 我们是没有办法像张松宇先生这么厉害 没有关系嘛 你不要说从20万到10亿嘛 你至少从20万想办法先变成怎么样 40万80万嘛 那你如果最后还是不听老船长 你还是在跟猪脑袋抠讯 你最后20万变0啊 那要不要工作 要不要 要不要再去一二三四五年 再回来 老船长为了什么名要五年 你不知道 现在上班 以你这个年纪要找工作 第一个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我是安慰你叫你再去工作 事实上我知道你找不到的 就算你找到了 你连自己都养不保了 你怎么存钱你告诉我 你五年再回来你可能剩下五万块 你现在还剩下几十万的朋友 你不好好珍惜啊 我讲的都是真心话 爱听不听随便 广告中的电话 你自己好好把握 今天已经礼拜三了 时间过得很快 你同时做股票 你也做旗子的 这个国内只有我做得到 没有人做得到啦 我跟你讲 你不要再怎么样跟call讯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 还有你不要再买亏损公司了 你的老师带你买的股票 动不动就亏损公司 以前叫你买乐生 现在叫你买什么 我告诉你 你的下场也是跟乐生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纯片 然后过一阵子在避避风头 下节目 半年后一年后再出来 又是大老师 这一年他就游山玩水玩 花你们怎么样 交的会费啊 猪脑袋贡献的 就这样干啦 做旗子 指标很重要 清清楚楚 不要拆 该空就空 该多就多 你不要去拆 用指标来告诉你 那不是啊 这个遮起来 请问一下下一秒钟要做什么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拆嘛 你老师跟着你拆嘛 用电脑运算人工智慧 要讲多少次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还在跟科学 还有的老师连 期货分析师证照都没有 他的会员还在跟啊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们这些人 然后输了钱就怪啊 头顾老师骗人啊 出去外面不要讲 那只是让人家觉得你是猪脑袋嘛 怎么我老船长都不会被他们骗呢 对不对 金居这种好股票 你不买 你的老师叫你买什么股票 亏损公司 对不对 你拼命跟嘛 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那亏损公司为什么叫你买 搞不好跟主力挂钩啊 主力在里面会拉股票 哇好 我老师带我买的股票好棒棒 最后就是要倒给会员的 私底下搞不好讲好有分钱啊 你们懂不懂啊 所以自己看看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一毛钱没有赚 赚鸭蛋的亏损公司啊 你问你老师啊 为什么叫我买这只股票 你不知道这只股票 只要会抓老鼠的猫 不管黑猫白猫都是好猫 他一定这样跟你讲 框你嘛 他赌你是猪脑袋 所以不用问了 你自己要脱离那个泥沼 你听得懂吗 我们人来到这个人世间 你没有办法避开这些坏蛋了 这些金光党你避不开的 你自己要明哲保身 你要把你最后剩下的一咪咪的钱哦 你要听老船长的话 你最后剩下的那一口金哦 那最一小桶的哦 是你人生最后的希望哦 你要托付给谁 你告诉老船长 股票我不会带你买那种股票 旗子用旗簧来做 所以我才说哦 剩下两天啊 你自己不把握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你赶快脱离那个魔鬼 我就是要推动散户跟法人一样 股票期货全都做 你不用增加负担 因为看清楚哦 你不用增加负担 这个造假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只剩最后两天 明天同一个时间 我还是坐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测标还是如此 你的眼泪应该要掉下来了 为什么老船长的旗簧 推出来这么久了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老船长 我们却要相信一个怎么样 金光党 你好好扪心自卫 午夜梦回的时候 问一问你是不是那种 佛家讲的贪嗔痴啊 由于你的贪 你的双眼被鬼遮掩 遮住你 而且你耳朵听不到 因为忠言逆耳 这是你人生最后的机会 广告中的电话 你自己好好的把握住 老船长绝对把你当人 我所有的会员 都在看我的节目 我的招牌 注意听 就是打死不骗 告诉你 来跟着我 你才有最后的机会 而且用齐簧 让你怎么样 东三再起 你准备好了吗 五 不要明天同一时间 你还是一样的难过 掉泪 开始拨打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